关西 关西 位于日本群岛的中央 四面环海的关西 说到美食 绝对少不了海鲜 名门海峡不获的鲦鱼 堪称绝品 吃在关西 快看呀 这里的景色多么美呀 那边呢 就是丹路岛 现在我们去看 这样的地方就是四国 现在我们来到 丹路岛和四国之间的 名门海峡 你知道吗 这里的潮特别的急 对呀 看那里的漩涡 你看一圈一圈的 听说呢 生长在那里的鱼 因为每天都要做运动 所以肉特别紧实 所以吃起来味道 也特别鲜美哦 真的假的 不吃怎么知道啊 那我们去吃一下吧 走了 天啊 太羡慕了 我也想去 小颜和小高来的 建在名门海峡边的 名门大饭店 这间饭店 在鲜鱼料理上 相当有自信 哎 快看能看到很活的鱼 这个应该就是 喂 这可是在名门海峡 刚捕上船的新鲜鱼 说到日本传统鱼料理 当然是生鱼片 关系到生鱼片好吃不好吃 取决于鱼的鲜度 和用刀的技术 哇 这鱼还活着呢 哇 上齐了 来 来来来来 这真是钓鱼大宴呀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鱼哎 哦 要受不了啦 いただきます 先吃啦 いただきます 来日本之前都没吃过剩鱼片 我也是 我不要来日本之后就喜欢吃什么鱼片啊 干酱吃 嗯 感觉特别有嚼勾 嗯 特别劲道 这是不是就跟那个 像我 像我里面运动 我笑死了 这道料理 是将一整只鲦鱼放到土锅里蒸烤 这是当地渔夫们常常吃的传统料理 大红色的鲦鱼因为看起来相当喜庆 所以在日本 自古以来就象征好姻缘的鱼 像是结婚 生子 或者其他值得庆祝的日子 都会将鲦鱼端上桌 这个吃里边的鱼肉的时候要蘸这个酱 来我蘸一下 好吃啦 嗯 很软 特别好吃 下面吃哪个呢 这看起来其实像好像一样 但是这个好像挺薄的 没错 把鱼肉切得好像可以透过鸡一样的薄皮才是最好吃的 像名门海峡的鲦鱼 有着结实的肉 切成薄片后 不仅带出了肉的美味 还能感受那扎实的口感 我就说那个鱼旁边放这么多东西是干嘛的呢 这样起来 这个酱是日本特有的柚子醋 中国好像是没有的 现在没有卖的 果然味道不一样 有点辣 还有点酸 还有点咸 但是肉特别软 感觉入口即化的感觉 日本常常会利用切完生鱼片后剩的鱼肉 用酒 砂糖 甜料酒 和酱油调制成一道日本料理 这可是相当美味的呢 我一直都特别好奇这个菜 这个比别的颜色都生 你看这个都是头和尾巴 说是这个做了生鱼片之后留下的头和尾巴做成的 看不见了 这样也不浪费了 还有点 还有点甜 然后还有点鲜 过往咖啡 一吃这个是不是就想吃饭了 那就应该适合中国人的胃口 味道重 小颜 小高和我 都是来日本以后 才喜欢上了海鱼 我觉得今天真的来对了 好好吃啊 吃这么丰盛的大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奇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